5.善恶的沙漠 这一点我接受不了 希特勒和爱因斯坦没有区别吗 难道善良的人不应该是上天堂 而邪恶的人下地狱吗 就算没有天堂和地狱 难道不是好人有好报 坏人有坏报吗 好 我们就来解决这个问题 善恶好坏是人类心智里最深的一根词 不过因为是在分离世界 所以有最深和较浅的问题 在真实的世界 所有的幻觉都是一样 都是不存在的 都叫做不真实 没有比较不真实 或者较真实 人的善恶好坏 只是每个人大脑的病毒 给自己和他人区别附加价值 判断的一种思维模式罢了 注意善恶仅仅是相关人性 你当然也可以说动物有善恶好坏 但是一般大家不这么说 好动物坏动物 好的山风坏的山风 你的大脑病毒不仅仅喜欢 给外在的饮食 处境 物品 工作 环境 所有一切外在的事物贴上标签 然后追逐所谓更多更好 人内大脑的病毒最喜欢干的事情 是给自己和他人的人性贴上标签 这也就是善恶为何如此深入的控制着这个世界的原因 人性的标签有很多种 人们往往不会称之为标签 而会说 这叫个性与性格 人的大脑中最值得珍惜的一个地方就是 自己所谓的与他人的不同点 认为这种不同是自己价值的根本体现 认为如果自己和别人什么都一样 自己就没有价值了 个性是每个人追逐幻觉的直接表达 也是虚幻的一部分 真实世界的太傻却会告诉你 我们都是一样的 We are one 基于分离的观念的自我价值 也决定了你会以同样的方式 用标签确定你的同伴的价值 你认为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你也会用相同的方式认识你的同伴 标签有多种多样的啦 美丽呀 性格呀 思维模式呀 家庭背景呀 种族呀 肤色呀 喜好呀 处理问题的方式呀 对待世界的看法呀 等等无数 每个人都会有一套自己的标签 还明显地给自己的标签一些排序 就好像人们在选伴侣的时候 喜欢列一个喜欢和不喜欢的理由 会有排序一样 而这里面每个标签都是分离的 你也许能理解 没有绝对的好坏的标准 但是大多数人这么理解 是因为标签系统实在太多 太复杂 用一个单纯的好坏词语难以判断 但是其实每个人的每个标签 都是在以自己的标准 计算各个标签的好坏 比如到底什么是美呀 有没有给美打分的软件呀 不同人在不同的期待下 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结论 有的人觉得黑皮肤美 有的人觉得白皮肤美 有人觉得长头发美 有人觉得短头发美 这些标准是不可能统一的 即使对一个人 一个标签 有可能一段时间觉得某种性格自己喜欢 可能过一段时间又不喜欢了 更不要说标签重要性排序是随时变的 偶尔性格最重要 偶尔财富更重要 这倒是事实 我女朋友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看电视剧 觉得男人陪女人看电视剧是最大的幸福 过一段时间喜欢逛街了 又觉得男人陪女人逛街才是最大的幸福 也许过一段时间又会觉得找一个会做饭的男人 或者会送花的男人才是最大的幸福 谁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不要归咎别人 你看你自己 难道不是今天觉得这个更重要 明天又觉得还是那个更有意义吗 注意分离的世界是没有尽头的 你在归咎别人的时候也是在分离呀 难道你不也是在评判你和你的女朋友的标准体系的区别吗 我们之所以说 对错好坏善恶都只是一个幻觉 核心原因在于 每个人自己的标签系统就是不稳定的 每个人只是在用一个根本不稳定的自我标签系统 判断这个世界 所有的人际关系的矛盾均来源于此 你要的别人可能不要 你觉得他要但是他其实不想要 女人觉得家庭幸福更重要 男人觉得事业成功更重要 即使一两个标签可以妥协 但是不可能所有的标签都妥协 这就是基于分离的标签系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不管你在生活事业家庭中选择什么态度 多么能忍耐或者接受 只要你还在分离的标签系统中 这些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 所以我们说过 分离的世界不可能和谐的 无论你如何努力 而那些好坏对错善恶的追逐 和你在水里加矿物质一样 都只是短暂的幻觉和长久的痛苦 更何况 无数标签缠绕下的人们 因为你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自己要什么 所以一段美好的感情 一段友谊 国家关系 民族情谊 任何涉及人与人关系的事情 都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质 而真正变化的 仅仅只是每个人自己的标签系统 和群体的标签系统 那是不是 我们只要不再用自己的标签体系 就可以在人际关系中 或者自己的经历中 获得真正的和谐呢 无论对于世界 还是对于人际关系 取得和谐的唯一方式 很多人其实都理解 即放下自己的标签 放下自己的要求 放下自己的判断 而这就是太傻生活原则 将表述的 走出分离 无需选择 理解一切 接受一切 但是道理虽然是这样 你会发现 这些道理大家都理解 但是却很少有人真的做到 就好像很多人都知道 给对方自由 是所有情感和亲情关系的核心原则 但是 说是这么说 你看任何一场爱情关系中 有哪个能真正做到 完全给对方自由的 就好像人无法拒绝 饮食健康的渴望一样 其实每个人真正不愿意放弃的是 几十年努力为自己建立的标签系统 所以人与人之间 会永远不停息地进入矛盾 如果真的有任何一个人 在太傻听书的指引下 真的放下了自己所有的标签 她也会同时放下对别人的标签 她也就看到了她的兄弟姐妹的真相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真实的眼睛 太傻的眼睛 是没有标签的 标签是在时间之内的 时间之外的太傻 看不到任何的个性 她不否认人与人的区别 但是却没有标签评判体系 就好像你看雪花 一片片都一样 晶莹美丽 即使每个雪花 在显微镜下的图案完全不同 你根本不会去考虑 哪个图案更美 或者哪个更丑 这就是真实的看 只有你首先进化你自己 用没有贴上标签的眼睛 没有阻碍的视线 你才能真正的看到 所以当一个人 对另一个人进行判断的时候 他总是会相信 是因为其他人的真实问题 然后自己才会依次而判断 例如你觉得 另一个人没有风度 没有耐性 你总是觉得 那难道不是一个事实吗 难道不是所有人 都会这么觉得 但是本质上 没有任何分离的元素 是真实的 本质上是他自己 首先有了标签 然后把标签贴在别人身上 是你自己 首先在定义耐心和急躁 定义风度和粗俗 然后再把这些分离的标签 向别人身上投射 这个过程和给狗染毛 然后觉得狗会开心一点 是一样的 只是你自己的幻觉 本质上你不会看到任何外在 你只是看到你自己 你在分离中去寻找别人的毛病 其实只是获得自己某种分离上的优势的快感 这也是心理变态的一种 这也是现代心理学讲的投射的过程 你把自己认为最重要的问题 认为对每个人都重要 股市专家也觉得人人都应该买股票 剔头地觉得头发最能体现人的个性 这其实都只是每个人自己的标签体系罢了 善恶只是每个人的某个标签组合罢了 里面复杂的涉及了多个标签 诸如公正行动准则等等复杂的问题 尽管你说标签系统很形象 但是难道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希特勒是恶人吗 也许天堂没有具体的标准 但是世界似乎公认希特勒是坏人 难道他不应该受到惩罚吗 那法律的意义呢 没有善恶 法律凭什么运作呢 我们可以说 希特勒是一个深深的陷入这个分离的世界的人 分离到一个会将其他所有人视为工具和对手的 深入的分离模式的人 幻觉世界最大的特点 是层次与深度 希特勒只是分离得太深了 但是请特别注意 幻觉就是幻觉 沙漠边缘和沙漠中心一样都是沙漠 没有区别 一个在沙漠边缘的人 也许会觉得在沙漠中心的人是不可思议的 是无法理解的 但是他们其实都在沙漠里 因为人类喜爱分离的幻觉 所以他们也喜爱比较自己和别人的差距 这和人类特别喜欢给所有事物排名一样 由此可以看出这个心理的毛病 所谓的善恶好坏 只不过是人们不断地比较自己和别人在分离的沙漠中 距分离中心位置的远近区别 这种在沙漠中五十步笑百步的思维 就是善恶的根本 深深陷入分离的人会越发矛盾 冲突和暴力 以操纵更多的资源 权力和人为乐趣 越是陷入分离的人 会越觉得自己高于自己的兄弟姐妹 会觉得其他人都只是为了自己而存在 而服务的努力 不要去批判那些你马上能想到的所谓的坏人 这种分离而造成的性格的矛盾 在每个人身上都有 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每个人都某种程度地认为 自己比某些人更好 更善良 更高等 或者更应该拥有某些资源 这一点 从人对待动物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了 他们画了一个金字塔 人类自己站在所有动物的顶端 动物站在植物和矿物之上 而所有的动物植物矿物 都是为自己服务的工具 即使在人类社会中 每个人都会某种程度地 给自己或深或浅地分离的位置 这种思维方式 是所有冲突战争的根源 自识更高的人和民族 会认为其他民族和人 对他们服务是理所当然的 听他们指挥 甚至为他们牺牲 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这不是希特勒一个人的问题 而是分离的幻象中 所有的人的问题 动物如果有一天真的觉醒了 第一件事情肯定是消灭人类 因为人类毫无疑问是最邪恶的 如意了动物多少年 用多么变态残忍的方式对待动物 你真的比任何其他生物高级吗 这种高级的思维 和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思维 有区别吗 即使你强调 只要在人类中思考 你考虑一下 一个十公里半径圆形的沙漠 沙漠边缘是较不分离的 更加清醒的 看得清真相的 越往中间是越分离的 几乎所有人其实都集中在 圆形附近一个半径不到 一百米的小小范围内 但是人们面对各种争论 恐惧追逐操纵需求渴望等等 他们还要花出时间 在一百米的半径的小小圈子里 分出个一百个级别 每米一个小小的环圈 里面写着高尚呀 富贵呀 公正啊 等等的标签组合 可是机密 你准备把善恶这条线画在哪里呢 是半径十米的地方 还是五米的地方呢 你觉得你的善恶标准是怎么定的呢 这个线应该怎么画呢 你的比喻很生动 这确实画不出来 可是希特勒杀害了那么多人 难道这不是恶的绝对标志吗 希特勒被定义为邪恶 唯一的原因 也许你不承认 是因为他失败了 你为什么不认为 陈基斯汗也是邪恶的呢 为什么不认为亚历山大也是邪恶的呢 这个世界更多的人都把他们当成英雄和伟人 而把希特勒定义为恶魔呢 如果从分离的沙漠离中心的距离 有多得多的人比希特勒深入的更多 可是人们却基于那些人 没有任何的意见 很多甚至还认为是伟人 还有这个世界有很多你认为说不清楚的情况 一些国家由于政策失误导致全国的饥荒造成的死亡 非洲的民族矛盾和种族灭绝 宗教正以正义的名义举行的宗教战争 哥伦布和殖民者带给新大陆的灭绝性的疾病 这些情况杀死的人也是数都数不清楚的吧 你如果要用杀死多少人 或者给世界带来多少恐怖来定义邪恶 你只会越来越混乱 你认为有人是恶魔 有人是天使 唯一的原因其实是很多人都说他们是恶魔或者天使 于是他们也成了恶魔或天使 你其实并没有什么善恶的判断标准 你只是不断地在接收这个世界已经有的那一套 根本经不起任何推敲的善恶的预设观念罢了 你还用这个预设观念自己给自己画了条线而已 注意这就是虚幻的分离概念的特点 既然是虚幻就是经不起任何的数据或者事实来考证的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一个人在追求分离的快乐的过程中 总是会感到不满足和困惑 这些困惑也是矛盾的根源 而真实的事物是不会让你有任何困惑或矛盾的 你觉得重力给你任何困惑了吗 你会去琢磨哪的重力大哪的重力小 然后去做选择问题吗 事实上机密 你没有什么内在的善恶标准 你之所以提希特勒 是因为外在的世界认为希特勒是公认的坏人 你用他的例子 你觉得你是安全的 对比希特勒 你肯定是善良的一个 于是你的善恶体系因此是稳固的 但是你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任何的这种体系 即使在希特勒本人身上 请记住 他不可能一个人成为恶魔 他的军队 他的国家 他的人民 必须要有授权 有阶层式的管理 有支持体系 他才能成为某种分离的代表 也许你会说 人民被他操纵了 他通过一个法西斯系统来操纵的 所有人都被他蒙蔽了 机密 这是你的自我陶醉 你可以把所有不喜欢的品质 全部放在这个恶魔身上 于是觉得因此你是高级的 正义的 理性的 公平的 你想想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疯狂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情 而这些人哪一个不自认为自己是善良 公正和在做正确的事情的呢 你真的认为自己 如果那个时候在文化大革命的氛围里 你不会也成为一个疯狂的红卫兵吗 你怎么知道自己不会在希特勒的军队中 也成为一个民族主义坚定的支持者呢 泰瑕斯谈的第十一章 我们曾经谈到一个心理学的实验 记得吗 当人们批判美国士兵在伊拉克 虐待囚犯的事情的时候 你怎么确定自己是在相同的环境 不会做那样变态的事情呢 而科学却显示 几乎每个人都会在环境的影响下变态 现在我们可以谈核心的原因了 因为每个人内在的分离 其实都是那个在沙漠一百米的半径内 没有区别 你看 分离不仅仅在外在生活造成矛盾和区别 同样会在人和人之间造成矛盾和区别 这种区别不是单纯的种族主义 国家主义这样大的区别 而是你如何看待你的兄弟姐妹 如何定义你与他们的关系的问题 追逐善恶就好像健康食品一样 会给你一种短暂的优越感 但是最终你会在其中受苦 这也是为什么 太傻天书说 放下你对你兄弟姐妹的评判吧 你看到的善恶对错 只是看到你自己而已 你们并没有区别 如果你不首先清理你自己的标签 仅仅希望通过评判别人获得的快感而解放世界 这是无底的深渊 希特勒之所以成为希特勒唯一的原因 只是他坚持地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优秀 更伟大 你和其他所有追求善恶的人 其实也都在做一样的事情 分离 批判 追逐 并走向毁灭 最后这条道路的结局 只是你变成另一个你最讨厌的人 也许是希特勒 也许是任何其他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